好,各位亲爱的233网校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的是2018年度初级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课程 那么我是今天的竹江老师刘晓晨,刘老师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的还是这个第二部分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内容是第五章叫做工作分析 所以这一章总的来说在我们就是第二排 就是从这个第四章到第十章当中 它内容和分值相对算高的 可能有的时候呢会在六分到八分之间 相对来讲是比这个第四章的分值要高一些的 那大家从篇幅上也能够看得出来 这一章分了好几节 它不像第四章可能一共才两节 我们这一章呢这个内容本身也比较多 你看比如说它会给你介绍一系列工作分析的方法 然后工作分析方法最后呢还会呈现出一个成果 这个成果呢就是我们的职位说明书 这职位说明书很重要啊 因为我们第六章紧接着来说的是招募和甄选对吧 那你招募和甄选你总得有依据吧 那你招募和甄选的依据是谁啊 不就是这个职位说明书吗 和圣人素质的这个模型吗 那么职位说明书完了以后 它还有单独的两节一节叫工作研究 它会介绍一些关于工作研究的方法 以及呢我们传统和现代的 这个工作设计的一些技术 所以呢总的来讲 这一章你从篇幅上看它就赢了 就是它的篇幅相对来讲就比较的大 就大于其他的那个章节 好了那么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解读吧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节 第一节呢叫做工作分析的这个概述 那么有关第一节工作分析的概述里面 它的核心知识一个就是什么叫工作分析 然后工作分析的主要内容有什么 然后工作分析呢在人力资源关系当中 它发挥的作用 以及它的这个流程和实施的这个技巧 这个都可以算是就是第一节的核心内容啊 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关于工作分析 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概念啊 工作分析呢是通过系统分析的方法 来确定工作的职责 以及呢它所需要的知识 还有这个技能的过程 这个是它给的一个官方的定义 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官方的定义里面 能发现出什么样的小九九 或者说能发现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呢 首先大家看 他要先确定工作职责 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规范的这个描述 就说白了就是到底这个工作的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这个duty是什么 就是针对岗位而言的 而后半段说的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呢 这是员工的胜任素质 就说白了员工 他应该如何去做啊 所以呢这个是针对人而言的 所以前面是岗位 然后呢后面呢是人 前面是岗位后面是人 那么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 对于信息的这种collection 就收集啊分析啊 来说明工作的内容啊要求啊 是吧包括它的责任跟胜任素质 以便的为后续的管理活动啊 提供各个方面的一些后续的这个支持 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从初题的角度来说 一般情况下它这会火着出 什么叫火着出啊 人说了说老师你这都什么词啊 就是它有的时候会综合的杂柔一下 一个是把工作分析的概念去考你 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工作有关的这个概念 它可能会考你 呃是这样子啊 就是关于这个工作分析的这个概念 它是通过系统分析的方法来确定工作职责 就这个定义是不能变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偷换概念 比如说它把工作评价的概念给你 或者把工作设计的概念 工作研究的概念给你 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你呢要把它做区分 要把它区分开 呃那么大家看跟工作有关的这个概念里面 首先第一个叫职业 第二个叫工作足 工作职位职责 包括像职权和任务 妈呀 我跟你说啊 就这些年 我们出题的时候啊 个别的年份就有可能呢 在这儿去玩这个文字游戏 什么叫玩文字游戏呢 就是它会让你去区分这些概念的这个差异 实际上呢 有的时候就它的那个感觉很像这个敬意词 所以就我们很难把它给区分出来 你看啊 比如说像这个职业 career 是吧 那么职业呢它指的是在跨行业 跨部门基础之上综合层次的工作 它根本就不局限在一个企业的这个内部 根本就不局限在一个企业的这个内部 啥意思呢 就是它可能是不同的企业 你看啊 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程序员 那我可以在腾讯做 我也可以在阿里巴巴做呀 我也可以在华为做呀 是吧 我不是就只在一家企业做吗 所以这只是我的一个职业 所以这个职业它是不局限在一个企业内部的 然后它是在跨部门基础之上的 跨行业的基础之上的 叫职业啊 那律师 那公务员 是吧 这都是职业 对吗 那我不是说我就必须在进度吧 我也可以在月城 我可以在别的律所是吗 好 那之后呢 大家看第二个叫工作足 其实足的这个概念就肯定不是single的概念 它就是一个集合的概念 就gathering 就集合在一块的意思 所以大家看工作足呢 它指的就是在企业中 这些相类似的工作的一些集合 你看 比如说大家都是脑力劳动者 然后可能你是产品经理 我是程序员 大家其实这个职业它是有交叉 或者有类似的地方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工作 工作呢 我们把它叫做职务 哎呦 叫做职务 那么它呢 是由一组在任务的构成和重要性方面 都比较相似的职位所构成的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工作 或者叫做职务 再往下呢 叫职位 职位其实就是post 就是具体就是你的这个岗 所以职位呢 也叫岗位 它就是对某个人所从事的职责 跟这个任务的一个规定 我们把它叫做岗位 那么职位的再下一个呢 叫做职责 再下一个的这个职责的侧重点 在于这个责字 就是责任 那reponsibility嘛 责任嘛 职责嘛 它是一个个体从事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 它由一些相关的这个任务呢 来构成 那么所以呢 这个职责的侧重点 因为你看职字前面都有了 职业职位职责是吧 都带职字 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后边这个字 对吧 关键的问题在后边这个字 就是这个责 那责任 所以它是个体从事工作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由于一些相关的任务构成 这个叫职责 那责任嘛 好了 再往下呢 就是职权 那么职权呢 主要的侧重点在这个权力 power power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职权 那么它指的就是跟职位的这个职责 所对应的这个工作的权力范围 所以叫power嘛 所以职权的范围大小呢 其实是跟这个职位的职责大小呢 它是成比例的 说白了就是 嗯 叫什么 能者多劳 啊 能者多劳 所以你的权力大小 那肯定跟你的职位是匹配的呀 那你权力越大 你肯定你的职位是越高的 反过来说你的位高权重嘛 是吧 位高权重嘛 就这么一个概念啊 好了 那你一个总监总不可能说你的权力还没有下面那个专员权力大吧 总不可能呢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任务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task 任务啊 专项任务 任务呢 其实是一个具体的目标啊 你要去完成它一期一会的一个事情 所以任务呢 是一个个体从事工作活动的这个单元 在完成某项职责的时候 它通常要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啊 就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然后每一步呢都有明显的开始和结束的标志 所以这些步骤呢我们就把它叫做这个任务啊 我们就把它叫做这个任务 OK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实际上呢就是把这些概念呢 放在一块了 然后它出题的时候 有可能呢就给你打乱了 比如说它把那个任务的这个定义给你安排在职权上 或者呢把这个职责跟职位给你混在一块 这时候它问你哪个说法对哪个说法不对 我们就不能被它搞晕了啊 我们就得能把这个线索捋出来 这样的话才不会出错 那我们来看这个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下面就有这么一个单选题 他就说了 他说关于跟这个工作相关的这个概念啊 以下的这个说法当中正确的是哪一个 你看职业是指跟他的职位职责相对应的工作权利 这肯定不对 因为呢一旦看到了权利 是吧 那么这个肯定说的是职权 因为他的落脚点就在power了嘛 对吧 既然他的落脚点在power 那肯定就是权利了嘛 是吧 然后第二个呢职位 职位是对某人所从事的职责和任务的这个规定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职位呢 其实叫做岗位 它是对某人所从事的职责和任务的规定 这个倒是没毛病啊 然后大家看第三个 他说职务 职务其实也称作工作嘛 就工作也被称为职务对吧 他说职务是在跨行业跨部门的基础之上的综合性的工作 那就不对了啊 这说的是职业啊 而不是什么呀 而不是我们说的工作 不是这个工作的概念啊 所以呢 这个肯定不对啊 C肯定是不对的 最后一个 他说任务是在职责构成和重要性方面都极其相似的职位构成的 大家注意任务是由在职责的构成和重要性方面都极其相似的职位构成的 那么大家看我们这里面所说的 这些在任务的构成和重要方面都极其相似的职位构成的那个叫工作 对吧 而不是任务啊 对吧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任务指的是什么呀 任务指的是个体从事工作活动的这个单元啊 对吧 在完整网上职责的时候要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啊 那个才是我们说的任务啊 所以这4D它也不对啊 也不对啊 所以这题大家应该选什么呀 应该选RB 应该选RB OK 选RB OK 好 所以A选项是职权 B选项是职业啊 D选项是职务啊 所以呢我们把它区分开啊 区分开 好了 那么刚才呢我们把这个跟工作有关的概念呢就介绍到这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关于这个工作分析的这个内容啊 有关工作分析的这个内容里面首先它的第一个概念叫做工作设立的这个目的 那么有关工作设立的目的啊 他说了工作设立的这个目的是指这个工作为何存在有何意义 我们通过明确工作设立的目的呢可以更加准确的把握这个工作 所以在进行工作分析的时候合理的选择这个信息收集的方法啊 说白了什么叫目的呢就是我为什么要要做工作分析 这个其实就是他设立的这个目的啊 那么工作设立目的完了以后他的这个第二小步呢叫做工作内容 呃我们的这个工作内容呢包括了工作活动工作的责任 还有如何的去完成工作 这个还出过选择题呢 比如说他有的时候可能会问你啊 说哎工作内容包括什么 然后他问你了我说我们的工作内容就包括工作活动工作责任对不对 那其实不对啊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工作内容是包括了三部分的 第一是工作活动 第二是工作责任啊 第三个是如何完成工作啊 所以一二三啊三部分啊三部分 好了那首先大家看第一部分叫工作活动 这个工作的这个活动啊 它是包括我们认职者所要完成的工作活动啊 还有呢认职者的产出 还有认职者的这个工作活动的这个标准 所以大家看第一个是活动 第二个是output产出 第三个是标准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他第一个是他要干嘛 第二个是他有什么样的产出 第三个呢就是他做完了以后啊 好还是不好要有这么一个standard的 那么这是工作活动包括的几个方面 然后责任上面包括他的管理责任跟非管理责任 这简单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how to do的问题 就是如何完成的问题 那么主要呢包括什么呀 程序流程 然后设施设备 还有文件 以及呢关键的the key 控制点the key point 关键控制点 就这些要素是如何完成工作里面应该包括的 就所以呢这几个方面OK 好了 那么之后呢我们看第三个呢说的是工作的联系 工作的联系呢是分为横向的联系和纵向的联系 大家注意横向的这个联系呢 是包括跟部门其他职位的工作联系 这个叫横向的联系 那么说白了就是我是这个部门的 你是那个部门的 他是那个部门的 这个叫横向联系 那么纵向联系 实际上是跟职位的上下级所发生的联系 这个叫纵向联系 所以横向联系是同一级的 同级别的部门所发生的联系 而纵向联系呢是上下级之间的联系 所以我们有横向 然后有有这个纵向啊 横向跟纵向之分 好那么之后呢我们看 第四个方面呢是工作发生的时间 工作发生的这个时间里面指的 其实是我们的时间的这个 就是安排arrangement 就是我们怎么去 怎么去打理 那么大家看它具体包括什么啊 就是这个工作活动的这个时间怎么安排 它包括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有没有时间表 第二时间的制度是什么 然后第三的是频率 然后最后呢就是每日每周 每日所进行的这个活动 每日每周每月进行的活动 那么这些呢你背是肯定背不下来的 但是你只要能把它归类为 时间这个地方就行了 然后比如说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 你能把它归类为工作联系就够了 然后工作的这个环境 包括哪些要素呢 工作的环境里面包括的要素 是它的自然环境 还有呢就是危险性 以及呢工作的社会心理环境 那么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 包括了工作的 就是比如说会不会得陈肺病 是吧 然后会不会爆炸 再一个就是在工作中 人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比如我们上下级啊 或者同级啊 人际关系是不是融洽 这都属于工作环境里的 那么再往下的一个是工作的 认职者的这个要求 那么这个指的是完成该项工作 所需要具备的一些条件 这个是我们认职者的要求 比如说我们认职者的经验啦 教育培训啦 对吧 协调力啦 包括职能啊 等等等等 这些呢都属于我们认职者的一些要求 就是qualification嘛 就是他的这个叫资质啊 资质啊 所以大家呢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啊 别给安错地儿就行了啊 OK 这个我们来看题啊 直接看题是最直观的一种方式 你看啊 关于这个工作分析的说法 以下说法 错误的是 这道题可不是让你找正确的啊 还是选非题 就是选哪个是错的 A选项说 工作分析是通过系统的方法 来确定工作职责和所需的这个知识和技能的这个过程 那么大家注意通过系统方法来确定职责技能 这个是对的啊 然后第二个 他说工作分析是通过系统的职位价值评价 那么来怎么怎么样 这个是我们后面要谈到的一个概念 叫做工作评价 不是工作分析啊 工作评价的 然后第三个 他说工作分析的内容应该包括了工作设立的目的啊 职责呀 还有工作的环境和认知要求 这个是没错的 最后工作分析呢 他可以为我们人力资源的规划 人员招聘绩效考核等等提供依据 这可以啊 这完全是OK的 所以人家问你就是哪个是错的 大家注意 2B说的可不是工作分析的概念 他说的是工作评价的概念 所以这2B是不对的啊 那我们把答案选出来就可以了 OK 好了 那么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工作分析 刚才我们说了他的那个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工作分析有什么用 工作分析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呢 有N多个作用 那么首先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哪些方面啊 比如说有人力资源的这个规划 然后呢 比如说有招聘啊 培训和开发 包括呢 像这个绩效管理啊 工作评价 还有比如说像这个薪酬管理和职业生涯规划 有这样的好多个方面啊 然后大家首先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叫人力资源规划 而战略转移的时候呢 组织内会出现职位更替 人员需求的变化 所以我们其实通过工作分析呢 可以掌握这些变化 来确定职位的要求 所以这个是他所发挥的第一个作用 就是说白了 能让企业的这个供需实现平衡嘛 不会因为战略转移或发生变化以后 然后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规划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叫做招聘啊 招聘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成果文件 对职位所应该具备的各个方面做了规定 所以我们必须得认人为闲嘛 你不能说我就是为了招人而招人 我招这人他得能用啊 所以这个叫做招聘 再往下呢 就是培训和这个开发 因为你最后不会出一职位说明书嘛 对吧 你这职位说明书里面 有工作描述和工作规范呀 这个实际上就给我们做培训开发 提供了一个方向 比如说我们做培训和开发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有这些工作的描述啊 有这些工作的这个规范嘛 对吧 好 那么再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绩效管理 他说在绩效管理当中呢 我们会有这个考核的指标啦 对吧 然后权重啦 包括考核的周期和考核的主体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作分析啊 是绩效管理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基础吧 这个叫绩效管理 好 再往下的一个概念叫做工作评价啊 这个工作评价呢 是以工作分析为基础的 对职位的各个方面来进行评估 哎 我们说呢 刚才有一道题就问你以下 对工作分析说法不正确的是哪一项 其中呢 就谈到了这个啊 说我们要对职位的技能强度等等进行评估 从而确定企业内的相对价值排序 就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么一个选项 对吧 实际上呢 你看到了 他说的是工作评价咯 他说的不是工作分析了 说的不是工作分析的定义了 是不是 OK 好 那么后面呢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薪酬管理 它是以工作评价为基础的 然后另外呢 你要知道就是这个薪酬得叫不换寡而换不均嘛 是吧 你这薪酬如果给的不公平不公正 那不就完蛋了嘛 所以我们要可以优化企业的薪酬结构 从而提高他的这个薪酬的科学性嘛 最后还有就是像员工的这个职业生涯规划 我们认知资格体系里面 我们要建立起科学有机理性的这种 员工的这种职业生涯的规划的这个体系 好了 我们来看个题啊 他问你工作分析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都有什么 这里面人力资源规划 技巧管理人员招聘 包括工作评价都有啊 然后所以呢 这个题呢 应该是 sorry啊 应该是A B 对吧 然后 然后C E A B C E A B C E OK 就是我们看这里面的 A B C E A B C E OK 所以人力资源规划有 绩效管理有 然后呢 就是那个人员招聘和工作评价 好 那么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第一节的后半段呢 还有两个小尾巴 关于工作分析的流程 还有呢 实施技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